穆尖连尊者是临命中之前被墓葬外道说打 就是把他的身体打扁了 我们这个身体主要是头部是非常重要 把这个头打扁了 身体也都打扁了 那么按我们的想法 这个因就是被打死了 但是穆尖连尊者究竟是圣言 他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子 就像没受外道的打害一样 还可以行驻坐卧 可以正常的这样走路 当时这个阿十四王听说 大穆尖连尊者为墓葬外道说打 穆尖连尊者阿十四王这时候信佛了 就是要保持一些外道 通通要驱逐出国了 驱逐出境了 然后要找医生给穆尖连尊者治病 所以如果你不能治好他的病 我要杀你们 然后这些医生对穆尖连尊说 你这个病是没有办法治疗 说是要治不好 我们国王要杀我们 这是不合道理 你和国王说一说 不要杀我们 这个 那穆尖连尊说好 穆尖连尊这个时候 就像正常人一样 到城市里面突破这样子 然后去见阿十四王 阿十四王有守门的人 就对着阿十四王说 穆尖连尊者来了 哎呀他心里很欢喜 病治好了 很正常的就见阿十四王 阿十四王说 阿十六爷你现在恢复正常了 哎呀真好就给他磕头 这个阿十四王说 不是的 不是的 不是恢复正常 不是的 这完全是他的道理的境界 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穆尖连尊者 是打阿鲁汉 还被墓葬外套打得那么程度 那他的修行白修行了 得了阿鲁汉 也和一般人一样 这就是不一样 所以他就说 他这个阿十四王说 你不要去杀害这些医生 医生不要杀他们 这个问题是这样 他说了几句话 他说 额今何用能学生 何福重苦无休息 重苦无休息 今已出尽元舌毒 安隐当去涅槃城 佛际众生 再终局 于此凡夫不能入 说这么几句话 就告诉他 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大摩坚连尊者 告诉阿尔什 我要入涅槃里 就是这句话 我简单解释 这个技术 额今何用能学生 这个身体 就是能是血所集成的 这样身体不好 我不要了 我不要这个能学生 何福重苦无休息 他有什么不好 何福重苦 这个身体 走来走去的 就是里面很多苦恼 没有个完 他叫我苦恼 没有个完 一直叫我苦 很苦很苦 何福重苦无休息 但是我们凡夫都有这种身体 都是很苦恼的 这是 你能入涅槃吗 我们凡夫不行 那么 但是阿罗汉可以 建议出尽元舌毒 按音当去涅槃 就是经过这么久的修小圣道 成功了 把这个五蕴里边的 贪神词的毒都消灭了 消灭了 我可以很自在地 到涅槃那里去 到涅槃那里去的 这个地方 是安音当去涅槃城 涅槃城中 觉诸患 涅槃城就是诸法不生孤月 这个地方 没有这一切的生死大苦的事情 没有 缘生重苦喜结物 因缘所生的苦恼的事情 这里完全没有 这个涅槃这里面 这里是非常的和平的 佛际众生在中居 我们的本师的佛陀和一切的圣人都在这个地方住 是轮转一夫不能入 在生死流转的 贪神之上活动的众生 他不能到那去 不能去 那么这是穆监连准者 临命中之前 入涅槃之前 说出这几句话 我们身上人吗 也知道